10月29日晚,陈丽农工作室发声明 对于近日部分网友对于陈丽农代言产品与公司的负面评价 11人受到多方误解和质疑 对此,公司决定与品牌方提出解约 公司也呼吁相关网络用户以及粉丝共同维护网络环境 公司在制定一人代言方面也将更加审慎 近日陈丽农代言微商的事情引发粉圈震动 10月28日,陈丽农工作室转发某品牌官微 宣布陈丽农代言该品牌引起其粉丝的强烈不满与抗议 28日晚,该品牌微商老板开直播过程中 其粉丝与陈丽农的粉丝开始互骂 非凡娱乐整理报道